在立法院临时会的部分 年改法案的是完成了三读 明将立委昨天向行政院保证 由信心在下周三前完成前瞻条例三读通过 那么国民党立委表示将会杯葛到底 也表示对行政院的版本不会轻易妥协 只不过蓝莹现在是换了新任的党团总招林德福 会不会有新的策略呢 也是大家关注的议题 那么在下个礼拜的前瞻计划掉立工坊 立法院朝野又将走入到了深水区 对这戏份一触即发 年金改革法案在立法院闯关三读告一段落 紧接着下周快马加鞭审查前瞻基础建设 特别条例草案 传出民进党立委向行政院保证 有信心在下周三 也就是7月5号前完成三读 下周三才是另外一个撞头戏的开始 前瞻建设条例的审查剩下三天的时间 那这三天大概一天都不能浪费 甚至是今天应该两边的党团就会开始来做协商 我们会强力杯葛 各位想想看轨道建设只有7.3赞成 那民进党要强行通过 蓝营立委表明不排除继续杯葛到底 其实为了应应前瞻条例 国民党党团除了日前在党团大会拍板提出党版 部分国民党立委也以个人名义提出修正动议 内容包括了将期限由八年缩短成四年 经费砍白等等 因为这八千九百亿 但是整个政府的挤在空间只有1.2兆 到时候发生台风像莫拉克台风或者地震 重大事故的话台湾真的没有钱来救命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的情势是诡谀都变了 所以没有我相信包括柯总召 包括这个国民党也没有保证说一定过得了 或是一定能如期如值在7月5号通过 蓝绿两阵营话说得保守 蓝也举行党团大会 严拟前瞻策略如何攻防 新当局的总招林德福 下周在院会会不会有新策略 是文公兼武斗还是霸占主席台 或野素异常 绿影响力拼前瞻闯关 下周又是硬仗异常 欢迎收看苏龙姐陈宜荣 台北报道